有个朋友说一下子到处都是傅小田 我也奇怪了 怎么到处都在传他呢 有人说看看他什么时候消失 有人说 有人说说不出口 有人说 说这个傅小田了不得 说这个什么呢 新闻说是他捐的 这个叫飞飞4.0 问题是他毕业后从事的是主持人的工作 从哪里却赚那么多的钱呢 至少是百万英镑啊 没有这个规模呀 在我们华大留名的是绝对不行的 我们东宵门的冠名建筑 每栋都是几千万美元 这里的内幕如果被挖出来 会不会让剑桥有风险呢 是建了个什么呢 是建了一个花园 英国剑桥大学为徐志摩建过一个花园 还问谁呀 还为徐小田 傅小田也见过 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举行傅小田花园命名仪式 剑桥大学都要被扳倒了 你说 说这真的要问问这个 傅小田自己了 英国剑桥大学 为傅小田和徐志摩各建了一个花园 我最感兴趣的是 为什么英国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 为一位中国的漂亮女性建了一个花园 并且还是在她只有33岁那一年 她于2006年从剑桥硕士毕业 恐怕只读了一两年 剑桥在2016年就为她建花园 这输了也太快了吧 再读了一两年书 并且剑的时间似乎比徐志摩花园还要早两年 最关键的这句话就是这句话 就是如果内幕挖出来 会不会让剑桥有风险 一个傅小田要把剑桥扳倒 你服不服 哎呦喂 这里有图片人家是吧 这么年轻 竟然在剑桥命名个花园 你说你命名个花园 就命名个花园吧 有什么了不起的 说竟然还可以把它搬倒 你说说 哎呦喂 为什么又要把它搬倒啊 你说 这么多奇怪的事呢 好 好 除了这个大家议论以外呢 大家就欣赏这段了 说这个只有傅小田敢怒怼 马家辉 斗文涛 是吧 其他的人谁敢呢 傅小田敢 啊 那我们就欣赏后面这个十多分钟了 这个视频呢 傅小田怎么怒怼 涛哥 啊 灰哥 啊 你这个所谓的这个香港的这个一霸 你也不行 是吧 马家辉说他是混香港黑社会的吗 你也不差远了 白社会 黑社会 你都白给 马上小田就 一下就拉上来 因为我刚才我在说 我说我这下面好像有一点露什么的 没有就我觉得啊 说实话 我知道当然这个和我们的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很一致啊 但是我觉得越来越多的至少我会 而且我相信会有很多女士会觉得当众的会被其他的男士来评论她的外貌 是会自己会觉得不舒服 哎 我觉得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女士如果说她自己不注重自己的仪表 不用一种很presentable的一种形象出现在公共场合 那是她的不对 但是呢 如果说她做到了自己应该做的 然后出现在那里 但是呢 被男士品投论足 那就是男士的不对 你讲的非常好 正是我们下一集的话题 下一集咱们就要聊聊特朗普这个这个歧视女性 哎 这就小田这种思想 我觉得是很值得说的 不一定是在歧视 我觉得是一种习惯 像很多的时候 涛哥对我说的话 我觉得我能够理解涛哥的心 对不对 他没有坏心 他没有在歧视我 没有在欺负我 但是呢 真的会让女士不舒服 就是说 这是一种文化 夸你好看 你会觉得不舒服 看你 因为你知道这种好看呢 有的时候是有种很客气的一种度 你知道吗 如果说那个度是在这种舒服的范围内的话 这是一种礼貌 这是你的一种风度 有的时候你要是不说 反倒是你的不对 按照你的这个标准 但是一旦过了的话 对 那么女士就会觉得 哎 你想干嘛 对 按照你的这个标准 我刚才觉得 我说的这个还属于让她舒服的范畴 但是到了嘉辉 你已经有点直漏了 所以这个里面有一个就是看那个人跟你的关系 当然我们要看几个因素 第一个关系嘛 比方说你觉得你了解涛哥没有恶意 你跟我不熟啊 你可能觉得叫怪叔叔叫什么什么 还有我跟他那个关系不一样 对 然后他 他喜不喜欢对方 还有权力关系 还有要长河 我告诉你这个也等不了下一级角 因为这个呢 完全让我想到美国 是年初还是去年那个争议 欧巴马提名一个 女的法官啊 还是法律部长啊 反正他出来就成为徐官啊 欧巴马你不能说他一个没有受教育的人 不能说他是一个不得体的人等等啊 君子嘛 可是他很习惯的就说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法官 马上被媒体被女性主义者轰啊 就是说你干嘛要用漂亮来形容他 难道他漂亮会不漂亮 不漂亮是他的要加 不管什么法官 那变成说因为在美国的状态 不管是谁 就是说当你 又臭口茶 不管你叫习惯还是传统还是礼貌 就是说很漂亮啊 跟女生也会说人生帅啊 丑啊一样好 不舒服 所以后来那一波 好吧你站着 坏劲这么多孩子 这就说说 因为啊这个特朗普的这个事情啊 和这个希拉里的这个事情 确实引起的是关于啊 就是我们现在的人该怎么看待这个妇女歧视 其实啊这个事情吧 就像是不要说是歧视女性 这就像是说 任何一个主持人都会或者在台上表演 说说的也太多了 他说啊那那另外的人都爱听你说 但是呢我是因为我毕竟不是选民 我把自己置身事外 我能够理解为什么特朗普在那个时候要说那样的话 就像我能够理解涛哥一样 很多时候我觉得 我觉得你把我跟特朗普 你够高抬我的 是因为就像我讲的 我知道他为什么会 你叫特朗普让我觉得啊 真的很吃惊的 我觉得过了真的过了的时候 是什么 因为我看到他的有一段采访 他跟他女儿 他女儿很漂亮的对不对 我很喜欢他女儿 对而且很得体 像他在去年什么时候说的反正对中国不太好的话 什么要把工厂全从中国帮回来啊什么的 中国人偷了我们的工作 然后很快的他的女儿就出来为他原厂 用中文唱的歌还是什么 说祝新春快乐 这样子其实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们家族吧 对中国中国人的这种善意 应该是很好 当然有一次他跟他女儿坐在一起 然后呢主持人在问他就说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 他说我本来想说就是他这样的 但我又想我要是说是他的话 是不是我就应该要跟他睡觉啊 人家他是他的父亲啊 然后在电视节目里说这样的话 但是后来我又想 其实特朗普的可能他并不是真正的在想象 他要和他的女儿睡觉对吧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就太禽兽了 那也违法了 虽然说这也只是思想上的 但是你把它这个呈现在电视上 这个确实是这个不能够接受的 还有那么多的青少年呢 对不对 但是呢你要换一个角度 他可能真的也不是这样在想 他只是可能为了幽默或者是什么 他为了自己做一个电视效果 我只能是用最大的善意去理解他了 就像很多时候有一些男士会对我说一些话 我用最大的善意去理解去包容 我觉得这是我做的额外的工作 但是很不幸在很多场合 我需要去做这种额外的一些工作 因为小天因为里面有两个字 我觉得得体 那个常合得不得体 身份得不得体 比方说用特朗普的情况 他是说那小姐是一个boys game 男人之间的好玩的 在office里面讲的话 可是他现在是个候选人等等 那当然不一样 很容易被两个联起来 那问题困难就在这里了 哎呀马家会 又臭又长 跟他积极聊睡觉 我们没办法问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什么 小天说两句 它是两个部分 政治正确很大程度上 就是宁可错杀三千 不能放过一个 就比如说 哎 像美国那么 那么哎 这个我就觉得就应该用减法 最后形成了 这个政治正确到最后 包括特朗普 为什么特别讨有些人的 这个比如说草根阶层的好 也就觉得我们在虚伪的空气里 太窒息了 出来这么一哥们能大说 我觉得我啊 为什么很多时候 我很招人讨厌 因为我真的是 我是拥戴政治正确的 我也有 那马上 拥戴政治正确 啥意思 最后这句话 大家都传这个视频 是最后这句话 不清楚啊 说这个傅小田 可以把建桥大学搬倒 我们看看能不能搬倒